根据美国民调机构Rasmussen报告 这个Rasmussen Report表示说 他们今年该 今年他们在2月13号到15号 所执行的这个民调里面 有提到有问到说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的话 在900名的受谎者里面 有42%的美国民众 赞成美国派遣地面部队来协防台湾 而有79%的民众 支持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 那或许对于台湾人来说 看到这个数字 我想稍微还是会有点失望的 但是如果你从历年的数据来看的话 这个42%的一个支持美国部队来 来台湾协防台湾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差的支持度 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美国智库这个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也就是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那么历年执行的一个民调来看的话 美国人民支持出兵 介入中国武力犯台的比例 在2019年以前 其实都低于40%以下 过去这十几年也常常看到 可能顶多就是两到三成多之间 这样的一个比例在游移 该支持率在2021年的时候 来到了一个高峰 有52%的民众支持美国军事介入台海战争 但是在去年2022年的时候 该支持率又降低到了40% 跟这个拉斯木森报告 今年所做出来这个42%的资料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如果考量到这个误差区间之后 其实概念上这两组资料是完全无异的 那去年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也显示了 在中国入侵台湾之后 有76%的美国人支持 对中国采取外交与经济制裁 那更有趣的两个题目则是 有62%的美国人支持 美国海军在印太进行部署 来防堵中国封锁台湾本岛 也有65%的美国人支持 提供额外的这个军事武器 与援助来帮助台湾 但这个有点复杂啦 因为跟乌克兰的状况很像 就是我们的状况 其实跟乌克兰是不大一样的 因为如果在两岸战争爆发之后 再暂时要把军事援军送进台湾 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的困难的 那所以综合来说啦 就是美国人民啊 支持台湾的这个强度 还是很高的 那这样的数字 或许在台湾人的眼中来说 看得不见得很满意 但这背后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说 多数的美国人 并不知道台湾的重要性 简单来说啦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了解台湾在全球晶片产业上 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这个所谓举足轻重 到底是有多重 多数的美国人 可能也没有一定的掌握 现实上来说 台湾在有七成美国先进晶片的这个市场 基本上已经算是独占的一个状况了 那如果从战略考量来看的话 台湾位居的第一岛链是 美国防卫中国海军扩张的最前线 任何的破口都会让美国本土面临不可小觑的这个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跟台湾在近期会有这么多双边的军事合作 或是美方会愿意送美军来台湾帮助国军进行训练 那除此之外啦 美国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上 也逐渐将这个战略模糊推进至战略清新 而且二日前 白宫那边也发出文章 也不是白宫 应该是国务院那边也说 就是他们现在是不承认 这个中国对台湾所宣称的主权 这也完全是符合美国的一中和政策的框架 另一个地方来说啦 美国人民一般对于这个国际事务的关注度本来就不高 所以即便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一直在报道台湾的议题 但这可能还是局限在那些本来 就对国际外交事务有兴趣的美国人的圈子里面 而普罗大众对这件事的认知 仍然是有限的 其实台湾也是有一样的问题嘛 多数民众对于国际情势的理解都相对片面 而且很容易被这个社群媒体上的假讯息啊 或者是带风向的言论给影响 那更不要说在台湾 还有这种所谓相对亲中的一个势力 会去专门去报道这个 跟中国相关的一个讯息 或者是以中国的一个角度来报道这些新闻 那就变成说 台湾人在国际观长时间 常常就是被局限在两岸政治的框架里面 没有办法跳脱出两岸问题和纵观全局 那要如何来改善台湾人的国际观 我想已经有很多自媒体啊 或者是媒体从业者 他们都有在努力了 但如果要让美国人更了解台湾的话 或者是更深刻的理解到 这个美台联系呢 并不只是共同价值的一个实现 可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作为出发点 让美国人知道为什么美国必须更加的跟台湾一起努力 以保持这个印太战略区的和平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或许在美国的台湾侨民 也需要跟美国主流社会有更多的接触 或是透过自己的管道 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带为台湾发声 那另一个部分 透过这个台美教育倡议啊 我们也可以以此来增加 前往台湾留学的这个美国学生 当然也反之亦然啊 那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通常去过台湾的学生 更能从个人的情感面去做这个发散 去力挺台湾 而当我们有越来越多这样双边的交流之后 美国人对台湾的支持也就指日可待 当然现在已经算高了 可是未来应该是会更高的 但这件事当然是一个长时间的计划啦 短时间来说 我们至少要先对美国的战略布局 与民情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 毕竟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就是去了解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